大家早 在清晨有没有感觉到天气凉嗖嗖的 不过要提醒注意 注意什么呢 中南部的朋友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昨天的中午台中三十 今天的中午高温仍然有这个机会 不过海边的风都偏大了 东北季风的影响要到明天 所以我们在今天跟明天的上午之前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往东走有短暂雨 往西走天气晴 但在中南部的朋友是日夜温差大 北部是早晚天气偏凉 四五六这三天气温的部分上升了 可是要注意的是 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雾的状况 尤其在这个清晨天亮之前 雾中行车要小心 礼拜天以后开始 东北风到周日下午开始增强 周一的时候温度下降 往东走又要下雨了 往西走的话海边的风偏大 近海风浪在今天仍然偏大 海边活动要注意 山区还冷 高山旅游要保暖 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东北季风的强度增强 冷空气的强度持续的下 但是这一波下来的冷空气 是比较干燥的冷空气 海面上也就在我们的东边的海面上 并没有什么热带的扰动系统 在这菲律宾海附近移动 所以水气的发展量来说 并没有接近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那对我们的天气变化来说 最主要就在于北方的冷高压带下来 凉凉的空气的影响 以目前来看 这个冷空气的强度 大约会是在明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要减弱 接着礼拜四整个高压系统东移 温度形态来说 随着这高压系统东移 变为偏东风进来 温度开始逐渐的要上升 那就来看一下 今晚的地面天气图了 今晚的地面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高压系统将要逐渐的 从这个长江流域 进入到达了东海的位置 当他在明天天亮的时候 进入到东海以后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进来 冷空气的强度 就会开始逐渐的减弱 那礼拜四五六 这三天温度在升 之后到了礼拜天 西北的高压再下来 冷空气下来中 下周一开始温度下降 不过看来 目前在选举前那几天来说的话 温度真的会明显偏凉 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温度在白天的温度形态来说 仍然是属于偏暖 在中南部 北部地区是早晚凉凉的 中午温度上不去 而到东半部地区云多 在花莲到宜兰 有局部短暂雨 歪岛地区的话马祖有点雨 金门澎湖好天气 小叮嚀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凉骑车的朋友穿着要注意 海边风大 哦对了 海边骑车侧风墙要小心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